解釋fx是4x²-12x加7 Graph of Widery Gx是怎樣可以的呢? 就是靠將Graph Widery Fx 向上移到k格 突然會碰到x axis Gx是多少? 整條數就是這樣 看圖我們可以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 黑色的就是Graph Widery Fx 4x²-12x加7 而橙色的就是Graph Widery Gx 它現在就是把Widery Fx向上移到 兩格 就會令它碰到x axis 其實我們怎樣知道它移到兩格呢? 關鍵就是你要找回 原本Widery Fx的Graph的Vortex 最低點就是1.5-2 好了 你知道它的Vortex的Y座是-2之後 可以將它向上移兩格 令它新的Graph的Vortex 就變成-1.5-0了 所以你的目標呢? 其實要找回K是多少? 然後再寫回Gx出來 好了 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要先找Fx的Vortex 是多少? Widery Fx的Graph的Vortex 那就是用Completing Square的方法 第一把X2的Coefficient變成1 所謂變成4 x2-3x 然後外面就要加7 然後我們就要把這個4 留在外面 在這個中括號裡面我們加個數 就是3 over 2 2 把X的Coefficient先除2 再加2 好了 當然要減回它 好了 然後你看到 頭3的Term 就可以成為Perfect Square 就變成4 x-3 over 2 all square x照寫 中間這個是減照抄下來 這個是3 over 2 照抄下來 後面 就是減回4 乘回3 over 2 bracket square 加7 就是把這個 乘回正4 離開中括號 那你就能夠得到 Fx就是4 x-3 over 2 all square 減2 也都即是說 Wertest of Y等於Fx 就是 就是 3 over 2 乘回2 那現在你想要把這個 Graph Y等於Fx 向上騰兩架 你就寫了 New Graph is Y等於F bracket X 再加K 所以 那個 New Vertex 就是 3 over 2 負2 加K 但是 它說 這個新的Vertex 會碰到 那個 X Access 所以 負2加K 是0 也就是K 是2 因此 其實我們知道 Gx就是 舊的Fx 再加2 所以 最後 抄回這個 Fx 就是這個 Gx 就會等於 這堆東西 再加2 發覺 負2加2 即是沒有了 Gx 就可以寫作 4 Brack x -3 2 4 就行了 整條數 就做完了 到